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一个人口仅有2000左右 并且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地方 换句话说 当地人大多都是农民 靠种地为生 在很多人的脑海中 19世纪初的农民 都给人一种生活困苦的印象 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比如本期故事的主角伯德家族 就是这么一个例外 伯德家的家主名叫乔治伯德 1833年时已经81岁高龄 虽然年事已高 不过老爷子身体硬朗得很 和同龄人相比 那还是要健康很多的 乔治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所以他从小就跟着父母当起了电农 因为某些机缘巧合 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以及乔治的悉心经营 他拥有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 到1833年已经拥有了40英亩的土地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两个果园 一个马厩 一个股仓 一个牛棚 还有3000英镑的股票 这些资产的总价值达到了2万英镑 看着好像不多 但那是19世纪初 要换算成现在的话 大概是200万英镑左右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 乔治伯德在这个村庄里就是首富 伯德家族当然也就备受关注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家族的人缘组成 乔治伯德的妻子名叫安妮伯德 74岁 虽然年纪比乔治小了不少 但是安妮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 1833年更是病魔缠身 多数时间都在床上度过 老两口平时就居住在自己农场中的 一栋两层红砖房中 乔治和安妮西夏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女儿名叫玛丽安伯德 他嫁给了一个叫塞缅尔巴克斯特的男人 这个塞缅尔自己也有一个农场 位置距离老丈人的农场也就五英里 夫妻两人平时就住在他们自己的农场中 乔治和安妮的儿子名叫约翰伯德 家里人一般都叫他大约翰 他和妻子凯瑟琳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名叫马德琳 他和丈夫在伦敦开了一家咖啡店 平时就住在店里 而26岁的大儿子强纳森和23岁的小儿子小约翰 则与父母一起住在他们祖父农庄中的一个农舍中 看到这里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家主乔治的儿子要叫大约翰 因为他的小孙子也叫约翰 为了分别开两人 所以一个叫大约翰一个叫小约翰 不过当时这个农舍中除了居住大约翰一家四口以外 还多住了一名年仅15岁名叫亨利·帕克斯的少年 这个少年也不是外人 他是大约翰的妻子凯瑟琳的侄子 他之所以会住在农庄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乔治年事已高 虽然身体不错但是农活还是干不了了 所以实际上他这么大的家业都是儿子大约翰在管理 但因为他们的产业实在太多了 人根本就不够用 于是除了大约翰一家以外 又叫了侄子亨利一起过来帮忙打理农庄的事情 当然作为一个有钱人 博德加还聘用了三名女佣来照料他们平时日常的生活 其中贝蒂和索菲亚负责照顾乔治和安妮老两口 而名叫爱丽丝的女孩则服务于大约翰一家 大家看见这张家庭谱系图是不是都晕了 别怕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会尽量让大家知道谁是谁的 1833年11月2日星期六早上6点 大约翰家的女佣爱丽丝和往常一样早早的起了床 开始为一家准备早餐 可当他走到厨房时 却发现他们家的少爷小约翰竟然也已经起床了 正坐在壁炉边清洗奶油桶呢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小约翰真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好青年 其实情况正好相反 小约翰在当地人眼中就是典型的公子哥形象 每天把头发搞得是油光正亮到处招摇过市 前段时间突然心血来潮想学他姐姐开咖啡馆 于是问家里拿了点钱就跑伦敦开店去了 可他哪吃得了那份苦啊 没开多久就关门大吉了 所以只能回到村里继续他的乡村生活 可他起这么早想干嘛呢 原因很简单 外国人吃早餐习惯于喝牛奶 博德家呢是开农场的牛奶当然不用买啊 都是老夫妻俩的两个女佣啊 每天早上去牛棚拿的 拿到后呢还会顺便送一桶到约翰家 有一次呢大约翰想要一点奶油 所以就叫他老爸的女佣索菲亚第二天送点奶油来 可人家索菲亚说啊 奶油不负责送 如果要奶油的话就必须一大早来红砖房拿 这件事呢被小约翰听见了 于是他自高费用说自己负责去拿奶油 你们肯定好奇这哥们怎么这么轻快 实际上啊 罪翁之意不在酒 拿奶油是假 去调戏两个女佣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博德家有钱啊 所以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他家当女佣的 尤其是照顾老两口的贝蒂和索菲亚 更是美丽动人 所以自此以后 这个小约翰没事就说要吃奶油 可能有小伙伴要说了 平时不能去吗 为什么非要一大早去呢 因为早上人少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起这么早干嘛了 要去拿奶油啊 早上七点 小约翰提着奶油桶来到了祖父的红砖房 这时啊 女佣贝蒂和索菲亚早就在厨房忙开了 当时还有一个人在场 这个人就是小约翰的表弟 15岁的亨利 其实这个亨利说到底就是博德家的一个帮工 所以他每天早上也要帮着两个女佣呢 来准备早餐什么的 这时小约翰开始向两个女孩子献殷勤 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忙啊 正巧呢 咖啡的水壶还空着 于是索菲亚就叫小约翰去外面 用水泵给水壶加满水 小约翰一看 美女给机会啊 就劈颠劈颠地加水去了 等他加满水回到厨房时候 发现灶台的火还没有升 所以就直接把水壶放在了一边准备去生活 这时啊 正好有人敲门 小约翰放下手上的事就开门去了 一看啊 来了一个乞丐 想要点吃的 约翰对乞丐说 主人还没起床呢 言下之意呢 就是暂时啊 还没有剩菜剩饭 就这么把人打发走了 等他回到厨房 发现火已经烧上了 咖啡壶呢 也已经放上了灶台 开始加热 他见没啥事可做啊 就又开始和姑娘们调侃了几句 眼见时间也差不多了 于是提着打好的奶油 回自己家农舍去了 这小约翰刚走没多久啊 老爷子乔治就起床了 至于妻子安妮呢 因为身体原因 一般早上呢 也就不起来吃早饭了 乔治洗漱完之后 就来到厨房 开始准备起了早餐的材料 他拿了一把小钥匙 打开了一个橱柜 从中呢 拿出了一罐咖啡 倒了一些出来 又把咖啡罐放回了橱柜 锁了起来 大家可能觉得 这老头子怎么这么抠门 一罐咖啡都要锁起来 其实不然 1833年呢 因为咖啡的进口税非常高 所以咖啡在英国呢 是非常昂贵的 只有有钱人才能消费得起的东西 所以才会被锁起来 那么和往常一样 乔治和佣人们一起吃完了早餐 就各自去干各自的事情 而喝完咖啡的咖啡壶呢 则被特意放在了红砖房的后门处 因为当地有一个叫朱棣的女人 每天都会来博德加拿咖啡壶 因为咖啡壶中有咖啡渣 她可以再泡一遍 给家人和孩子当早餐的饮品 之后她会把咖啡壶洗干净 再送回博德加 11月2日这天早上 朱棣照例来到了博德加后门口 拿咖啡壶 但她来到后门一看 两个女佣也都在这里 而且很显然贝蒂和索菲亚的身体情况 好像不大好 她们两个人都有严重的呕吐症状 而且还抱怨说自己的嗓子呢 有一种被灼烧的感觉 朱棣看见这个情况啊 心想咱也不敢说 咱也不敢问啊 所以呢 就稍微安慰了两句 就拿着咖啡壶回家去了 可她还没走多远 就被一个人追上 追她的人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小约翰15岁的表弟亨利 亨利直接抢过了朱棣手上的咖啡壶 并对她说 这壶咖啡有问题 说完就带着咖啡壶再次回到了农庄 那是谁让亨利去追回咖啡壶的呢 这个人呢 就是老爷子乔治 因为她现在的状况和两个女佣一样 脸色苍白 呕吐 喉咙有灼烧感 还伴有胃精卵 因为早餐时啊 她就吃了一片面包和一杯咖啡 所以她判断今天的咖啡一定有问题 但当时呢 她只是觉得咖啡壶里可能掉进了什么脏东西 所以她让刚刚追回咖啡壶的亨利 赶紧把壶清洗干净 因为咖啡渣是很好的肥料 所以亨利就把壶里的咖啡渣倒在了花园里 之后才清洗了咖啡壶 11月2日傍晚 大约翰来到了红砖房 他来干嘛呢 他来拿白天在农场工作的工钱 他来这里后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老爷子连同女佣都病倒了 而且他们的状况相比白天几乎没有任何好转 而乔治的病情更重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越发严重起来 现在连视力都明显下降了 大约翰一看这个情况 马上就请来了当地的一个医生 让他来看看老爷子和女佣到底怎么了 这位医生过来一看情况立马就确定了病因 这症状很明显就是霍乱 一定是喝了不干净的水了 这病不用治 多喝盐水多休息 几天后自然痊愈 虽然医生说是霍乱 但乔治自己却觉得这个病好像不是霍乱 为了保险起见 他让儿子大约翰再叫一个医生来看看 这一次来的这位医生名叫巴特勒 他仔细检查了三名患者的情况后 得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 他怀疑三名患者可能被人下了白身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披霜 但是目前他也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 他建议三人都吃一些生肌蛋清 这样能造成患者再次呕吐 同时蛋清能带出胃部残留的毒素 最后巴特勒医生说 过两天他会再来这里为他们复诊 医生走后两个女佣遵循了建议开始吃蛋清 这一吃果然使呕吐更加强烈起来 乔治看见这个情况心想 好家伙我本来就吐个不停 再吃蛋清岂不是要吐死我 所以他最后没有吃蛋清 第二天11月3日 昨晚吃了蛋清的两个女佣 情况明显有了好转 但乔治却依然没有转好的迹象 这时他想起了自己一个在伦敦 做医生的好友 叫托马斯萨顿 他让儿子联系托马斯医生 问对方能不能来看看 这托马斯还是挺给面子的 马上同意来农场给乔治看病 11月4日 托马斯以及之前来过的巴特勒 两名医生一同来到了博德农场 托马斯在问清楚乔治的病情后 确认这就是身中毒 不过当时对于身中毒并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 也只能让患者自己慢慢的把毒素排出体外 但索性乔治的病情在11月4日有了明显的好转 不但不呕吐了 视力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只是胃痛症状依然没有消失 两名医生都觉得乔治应该会慢慢好起来 于是安慰了几句就离开了 又过了一天 11月5日巴特勒医生突然再一次的接到了大约翰的传信 让他来农场一趟 巴特勒心想什么情况怎么又叫我去了 可等他一到农庄就感觉气氛不大对劲 等他来到乔治卧室一看 明白了 老爷子去世了 之所以叫他来就是让他来开死亡证明的 所以看来前一天所谓的好转 其实就是回光返照而已 乔治去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这条消息一出马上就引来了一个人 谁呢 伯德加的律师 他来到农庄只为一件事 就是宣读家主乔治的遗嘱 当律师拿出遗嘱时 大家惊讶的发现 遗嘱的纸张和笔记都非常的新 很明显 刚刚定例没多久 可当大家得知遗嘱内容后 各个表情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份遗嘱的内容相当的古怪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乔治对他的遗产 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首先他把自己几乎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太太安妮 包括所有产业获得的利润也都归安妮所有 直到安妮再婚或者死亡 这条的意思很简单 只要安妮不再嫁人 在他去世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 接着遗嘱上又写道 如果安妮再婚或者去世 则固定资产将分成两部分 分给儿子大约翰和女婿赛妙尔巴克斯特 大约翰将获得他现在所居住的农舍 和13英亩的农田以及一个果园 包括这些产业所产生的所有利润 但所有产业大约翰只拥有管理权 不得变卖他所得到的任何一样东西 直到他去世为止 大约翰去世后 这些产业将分配给他的孩子 孩子们可以自由处理这些产业 包括卖掉他们 听到这里好像也还行 反正也就是儿子不能卖产业 要卖也只能孙子买 好 我们接着往下讲 所有其他产业 包括马厩 红砖房 土地等等 都归女婿 赛妙尔 巴克斯特所有 女婿可以随心所欲的处理这些产业 而女儿则将获得乔治所有的股票 这就是遗嘱的所有内容了 很明显这份遗嘱对于大约翰来说 是很不公平的 大约翰当然也非常的沮丧 他觉得自己为这个农场操劳了一生 最终父亲却把他当做了一个看门人 他虽然继承了不少产业 但却没有任何支配权 依然只是一个工资比较高的看门人而已 而自己的姐夫却可以完全自由地处理 继承到的所有财产 这份遗嘱确实让人感觉匪夷所思 但现在并不是讨论遗嘱是否公平的时候 博德家族可是当地的首富 他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各种谣言开始在村子里流传起来 因为乔治是披霜中毒而死 所以猜测谁是下毒的那个人 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 排在嫌疑榜第一名的就是小约翰了 为什么大家怀疑他呢 因为11月2日出事当天 他去红砖房给水壶加了水 然后他就不知去向了 记性好的小伙伴肯定要说了 你之前不是说他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就拿着奶油桶回家了吗 没错 他把奶油送回家后又出门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村民们觉得他一定是畏罪潜逃了 后来甚至传言说 乔治临死前亲口跟大约翰说 下毒的人就是小约翰 那么事实情况是不是如此呢 小约翰又是不是凶手呢 且听下棋法庭对决 我是大老K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